你别告诉我,方才那个男人被我送进牢里的那个男人是我爹吧 秦桓定定地看着他,在他惊恐的表情中点了个头 我的个爹啊,我还给他说你要是我爹,我就是你老祖宗呢 那你有没有觉得他有点眼熟 小副迟疑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确实有点眼熟,很像当初天桥底下他给了个铜板的乞丐 官姐,救我,你可要救我 我好像将他送了两次牢狱了 他今儿还指着我说他上次差点被人打断腿 要不你就说我中邪了吧,以后我好解释啊 要不把他关久一点,等他忘了我的容貌 到时候,我再装模作样哭哭啼啼的一路寻到牢里去 就说哪个傻千刀的把我爹送进牢里了,居然冒充我 那,那么久了,他一定不认识我了吧 那你想关他多久? 两三年,十年八年也成,不过那会儿我已经娶媳妇了吧 不过,我要是给他带个孙子去,他肯定也不好意思收拾我了,也行 你把这话原封不动说给你爹,我估计你能重新投胎 啊,啊,啊,欢姐啊,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啊 让你不好好学占卜课 你说我可咋整呢,不行不行,没想出办法来 欢姐,你就当我啥也没说过啊,先将他关起来 欢姐嘿嘿一笑,应了一声,心里想着,其实这样正好 那秦老大虽说前些年逃过一劫,捡回一条命 但是这些年想来,躲在外面不敢归家,只怕也是有什么仇家 不过,得给顾韶光打个招呼,派些人将他看好了,别让人下了黑手 圣女,大殿那边有使者闹着要斗法 这会儿大祭祀进宫了,明月姐姐控制不住 每次都这样吗 前些年,动成带队的是老国师 老国师年纪大了,很少参与众人之事 今年尚未的年轻国师,心高气盛,禁不住挑衅 这便吵着要斗法 还有三日便是招神祭,这总不好起冲突的 侍女有些无奈,去年是燕圣子对外,明月对内 如今燕圣子没了,明月便是里外一起抓 好在对内大家都还比较平和,素日里也没什么矛盾 只是她一个姑娘家,在那些使臣面前,到底有些受委屈 秦欢应了一声 那我过去瞧瞧吧 这段时日,召唤台已经修建好了 占地极大,几乎可以跟皇宫相媲美 好